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忙就厉害一些 吃一些药又好一些 但最近三个月好像一直就疼了 吃药效果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四年 最近三个月重一点 能不能讲一下四年以前都怎么样 比如说五年 六年 这时候好不好呢 四年以前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四年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那好 你觉得这个疼像什么样的 这个疼主要就是在这个心窝布这个地方 主要是 有时候吃饭吃得饮食不当 就容易疼 吃得过多了也容易疼 但最近这三个月有时候饥饿也有点疼 疼也不是非常厉害 也能够还是能够坚持的 晚上睡着也没有疼醒来过 就是有时候有一点像 像那个烧肘感吧 有点像烧肘 对 烧肘 烧肘一样的 其他的呢 是不是很厉害啊 还是可以忍受的 不是非常厉害 但是很难受嘛 你刚才讲的主要在上腹部 对 建图下 主要就是心窝 那么有没有牵扯到别的地方的现象 原来没有 就最近这两个月吧 有一些像背心 有时候疼得厉害了 如果没有马上吃药 或者吃了药不管用的话 有点像背心有点疼 这种疼痛大概多久一次啊 多久一次 以前这四年来 大约每年总有个三四次吧 好像春天多一点 每年都有三次次 每年都有 休息得好一些 或者饮食好一些 软一些 发得少一点 那么疼痛每次多久了 那就要看 现在也有些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吃些胃素瓶药什么的 就很快了 现在最最近这三个月 就吃素连着 有三个月了 快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就恢复了 快速有时候吃 吃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不疼了 我也没好好吃药 一两个星期 对 以后呢 以后不疼了 我就不吃药了嘛 然后过一段时间 如果碰到什么什么事啊 工作比较忙了 他有可能有疼一些 能不能讲一下 你刚才提到的药物 治疗的情况 你提到的胃素瓶 还有别的药没有啊 四年前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在我们学校的 我们所里的医务室看的嘛 它就是 给一点胃素瓶嘛 胃素瓶一般开始都吃两颗疼 也就过去了 后来慢慢地多起来 现在有时候吃一次 吃三颗四颗 最多有时候一天 我吃六七次 后来就效果就越来越差 那么这一年好像 也就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所里也看过几次 都是给的有什么 得乐冲剂啊 还有胃炎合剂啊 这些药 得乐冲剂啊 是最近几个月 三个月啊 大概不 得乐冲剂最早一次吃是 快一快 快半年多了 七个多月了 能不能讲一下 是哪里出的 你怎么吃的呀 哪里出的 反正一包是一天三次嘛 每次那么一包冲着吃 好像是武汉什么药厂出的 胃炎合剂呢 是哪里 胃炎合剂是我们 那个所里的医务室 他们自己配的 那么一个瓶子 红颜色的 你觉得还有效吧 开始的时候有效 最近最近的三个月 好像没有开始 那么有效了 你能不能讲一下 都什么情况下 你那个病家中啊 刚才讲的 比较明显的就是 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或者说吃了一些辣的食物啊 一些刺激性强的食物 就比较容易发了 和工作好像关系比较明确 只要一熬夜啊 一紧张啊 就容易容易发 那么减轻呢 除了刚才你提的药物 开始吃的时候还是有效的 还有别的因素呢 还有休息 如果我能够 比如说我发作也和我做课题很有关系 我们课题如果一紧张快 特别是快要结束那段 整理资料那一段时间 发的就比较频繁 等到一个课题交了 能够如果这段时间比较轻松的 做些稍微工作 那就这段在稍微这段时间 基本上就没有发的 那挺好 就休息一下就好些 对 饮食呢 其他的呢 可以减轻的没有 有些因素 饮食一般吃的比较软一些 就好一些 软一点就好 对 容易消化的 你觉得除了这些以外 你这四年啊 都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 和这个疼痛同时发生的 那就是 曾经有过两次大便出血嘛 两次啊 谁跟你讲的是出血呢 因为我到医院去看了 在市医院住的院 就是一次是一年以前吧 还有一次就是三个月以前 就是这一次疼痛以前 这次疼痛我去市医院看了 他们都验了大便 大便颜色很黑嘛 就像在马路上的柏油差不多 是两次都一样的呢 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几天特别老了 疼得比较厉害 然后因为工作忙 也没马上去看病 就在那儿坚持着 后来就有一天就发现大便很黑 我这一次我已经有经验了嘛 去年那一次 当时还不知道 后来还是别人说的 说你脸色怎么那么差 才去看了 大概那次持续了多久啊 持续就是 总共住院到开始 有大概总共一个月吧 住院就住了一个多星期 黑便持续了多久啊 黑便 住院以后很快就 就转黄颜色了 住院一共一个星期 住院一大十天吧 你只能一个月只要是疼痛 就是后来出院了以后 还有些疼痛 现在这次也是这样嘛 住了三个月前有点黑便 后来住院又住了一个星期 很快大便就黄了 但是还是有点疼啊 就是一年三个月 对两次 其他的呢 都还有不舒服啊 这是最近还有 都是发生的 有几次晚上有几次吐过 有吐啊 对 吐的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吐的好像就是一些 像黄胆一样 黄胆水一样的东西 有一些早上吃下去的 食物的残渣 反正挺酸的 早上吃的食物 对 晚上还在吐 就是有时候 都要看了 这两天好像 如果因为工作忙了 中午不能回家吃饭 在学校里买点冷馒头啊 什么的啃了 这样就不舒服 就到晚上就很难受 对 有时候吐出来还好一些 就觉得这里脏也好一些 吐出来量多吧 量还不是很多 可以 但是我现在 能不能稍微估计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 喝茶的那个茶杯啊 或者是什么 大概有多少 吐一次大概那个茶杯 有一茶杯多吧 那恐怕都有三百毫升 你有这个概念吗 那一茶杯应该是多少 一茶杯大概就三百毫升 那应该有三百多吧 大概有三四百 吐了以后反而舒服一点 对 这种情况有多少吃 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吃太多 就是最近这三个月里面 就是如果中午吃了 早上吃得很硬啊 很冷的东西啊 然后这样就脏腾 吃药也没用 所以要吐出来以后呢 再会好一点 能不能回应一下 大概几次 一共有想想看 这个月一次 一共三次吧 三个月你说三次啊 对 上个月两次 这个月就是十天前一次 所以我现在得到的印象是 从你刚才说的啊 你上腹痛已经四年了 最近三个月好像加重一点 主要是在健身下有少数疼痛 最近累积到背心了 每年的就是三四次 春天好像重一点 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主要是脑累 有时候是饮食加重 主要还是脑累 对 主要是脑累啊 魏淑瓶啊 还有德罗冲击啊 好像都还有一点 开始有一点效 后来没有了 是吧 最近三个月好像重 现在吃药还好一些 但是原来吃药很快就好了 现在就吃药 疼不是很厉害 但是老是觉得这里不舒服 有点脏脏的 脏痛 脏痛 同时有一点糊涂 有点糊涂 所以这大概是你这一次生病的情况 对 你最近没有去哪里检查过 看过医术 没有 没有 那么现在我想了解一下 你过去的情况 因为有些病的话 它过去可能有一点渊源 和现在的病呢 还是有一些关系 你能不能简单谈一下 你过去生病的情况啊 这些 过去一般情况怎么样 身体健康情况啊 一般生气 我身体就比较瘦一点 一直比较瘦 但是身体好像也没什么病 就十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 生过一次肝炎 住院住了一个月 是甲心肝炎 化验过血的 后来出院以后 又查过几次都正常了 所以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也就不查了 肝功都什么都正常了 那是住哪里啊 住四传染病医院 四传染病医院 住了多久啊 住了一个月嘛 他说是甲心肝炎 出院的时候肝功恢复了吧 恢复了 以后都检查过没有 以后又医生让我 后来又过三个月 三个月 这样查过几次血 都是正常的 后来就念书了 后来就再没有再查了 得过肝炎 那还有什么病啊 还有就是开过南尾炎 这什么时候啊 南尾炎是十年以前吧 二十八岁的时候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 南尾炎在哪里做的时候 就在四川做的 是不是很明确 比较明确的 他因为进去 他就说我快穿孔了 进去过了六个小时就开到了 我没听听是哪个医院呢 那个就是在成都的医院 成都四山医院 三人医院 对 手术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没有 还是很顺利的 七天就出院了拆线 拆线了 就是在家里又休息了 一个星期就上班了 有没有对什么食物啊 或者是药物啊 不能耐受的 我们医学上叫过敏的 有 我对黄安药过敏 黄安药 对 是什么时候 有什么现象 能不能讲一下 黄安药 黄安药就是我小时候嘛 那个时候还在杭州 念小学的时候 就用扁桃腺发炎 医生给我吃了那个黄安药 哪一种黄安药记不清 反正是黄安药 所以以后有什么现象 所以就是我这个手 这边发出了很大一块皮疹嘛 左手二 吃素了大概有十天吧 当时有什么症状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因为是小时候的事情 我也记不太清楚 那三年小学 反正后来我的病例上面 都你看都写上了 我母亲就一直给我写上 黄安药过敏 以后再也没有用过黄安药 不记得那是什么医院吗 是在杭州的 那好像是在杭州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 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你做个什么 预防接种啊 这些没有 打预防针啊 那小时候儿童时期都打过嘛 就最近两年前 我们医院刚打过那个乙肝育苗 因为我们接触的一些生物资品 经常出差 后来领导 就是我们全院全所的 你们所里头啊 对 所以这福利不错呀 对这个 这也要花很多钱的 对 乙肝育苗是哪里出的 好像是上海 上海出的 打了三次嘛 三次 没什么反应吧 没有 我没有什么反应 好了 那过去呢 你主要是得过肝炎 甲肝 这是正式的 乃尾炎 对 有点黄甘过敏 另外就是把我 最近打过育肝育苗 是吧 对 就是瘦一点 但是整个全身之间 没什么慢性病 对 一直像我念大学 都体检啊什么的 都没查出什么病过 但是我想来就是你提到的 好像只是几个主要的问题 为了避免疫亡啊 我还是愿意和你一起 我们从头到脚 咱们回忆一下 你还从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 你比如说头 有没有伤啊 有没有头昏 头疼啊 头外伤没有过 没有 头昏 头疼吗 就是有时候 如果课题比较紧张 好几天没有睡 或者晚上睡得不太好的时候 有点头昏 头疼 这个是有的 这个情况是不是经常的 不是经常 不是啊 你也没当回事 也没这么 没有想去看过 我这么整个睡眠不好的原因 如果有机会能睡 好好睡一觉 头疼 就没有 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眼睛啊 这些有没有什么忙 眼睛我从十八岁开始就 有什么呀 眼睛我从十八岁开始就有那个 那个近视眼 近视啊 厉害吗 不厉害 我平时也不戴眼睛啊 不戴啊 对 只有 就是看东西要戴 就四百多度 四百五十度 对 双眼差不多吧 差不多 都是四百五十度 别说那个耳朵这些啊 有没有 耳朵没什么问题 有没有牛龙啊 听力还好吧 听力好 鼻子啊 有没有这个慢性的鼻炎啊 这一类的 鼻子就平时感冒的时候 有一些 留一些鼻涕了 没有 平常都好 没有 平常好 牙呢 口腔呢 口腔 口腔有时候有一些 口腔癸 很偶然的 有时候长一些 看过医生没有了 医生说 他说是 就是一般的口腔癸痒嘛 弄一些 小的纸片 贴贴的慢慢就好了嘛 其他的呢 牙齿们有一些柱牙嘛 经常 有时候需要到医院去补补啊 补过了吧 都补过的 补过 特别最里面两个 两个牙 左边里面 两个牙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有没有咳嗽啊 吐痰啊 没有 肺部 呼吸系统还健康吧 没有 没有吐痰 没有什么毛病啊 有没有心内啊 气紧的这些 没有 心脏挺好的 消化到怎么样 除了这次 这四年的疼痛以外 你比如说 有没有经常的腹痛啊 腹泻啊 这一类的毛病 腹泻有时候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可能会腹泻 平常也没有慢性腹泻 没有啊 都是畸性房子 对对 就是拉那么 有时候拉一天两天 这除了很多呢 不多 不多啊 以前从来没有什么 慢性的上腹痛啊 出血啊 就这四年嘛 就这四年 对 好了 那么现在我了解到 你是金思眼 是吧 这个有时候嘛 有点那个口腔的溃疡 牙坏过 然后嘛 就是腹泻是受燃的 就是你过去的情况 对 所以现在呢 我想 对你现在的病 或过去的病 我都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但是呢 由于本人的毛病的话 有时候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啊 工作情况还是有些关系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你个人生活的情况 我刚才已经听出来了 你是杭州人 对 你比如说出生的地方啊 然后你在什么地方读书啊 这里呢 能不能讲一下 这些问题呢 本来呢 就是可以不一定要问 但是呢 由于希望把病死了解得清楚一点 对于你和 争断和那个治疗 有些帮助 所以呢 只是为了了解病死 所以如果涉及到什么个人的问题啊 只是属于我们之间的 你不用顾虑 我出生出生在杭州嘛 以后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研究生 都在都在杭州念的 当中也出去过旅行过吧 但是基本上都是住在杭州的 在杭州啊 那么到四川已经十二年了 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四川省 是哪年来的 八零年嘛 八零年 对 好嘞 八零年来的 八零年那一年研究生毕业就到了四川在这儿 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在科学院四川分院 工作还是十一吧 工作 我还是喜欢我的工作的嘛 虽然有时候比较忙一些 搞一些业务工作 还是自己还是喜欢的 虽然比较紧张吧 刚才讲老累 因为课题有时候完成的比较紧 或者课题出麻烦 工作比较累一些 但是精神上还是比较愉快的 还是愿意做这些工作 经常饶夜 对 课题一做嘛 就有时候 就辛苦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或者是嗜好啊这些 因为有时候这些病 还是可以影响到你的病 嗜好就是抽烟啊 抽烟啊 抽多少啊 现在已经少起来了 多的时候 以前曾经抽过一包一天嘛 现在控制在十字以下了 我觉得抽烟可能跟我的病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学校的医生 也跟我说了 说希望我不抽烟 我正在考虑想渐渐地剪一下 希望不抽了 如果能戒烟的话就更好了 是 你刚才提到你爱人 结婚多久了 结婚十年 爱人的情报 在一个单位工作 他也是学生物的 也搞一些生物学的研究 他身体还好呢 他身体没什么病啊 对没什么病 你们居住的地方啊 居住的条件啊这些好不好 好 我们住在锁里的宿舍 两房医厅有卫生设备的 还是不错啊 这你人不多吧 家里边人不多吧 现在就是我们三个人在这儿 我父母亲他父母都不在程度 还有一个孩子 对有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九岁了 现在在上小学 挺聪明的 对吧 那么 简单你个人的情况的话 我了解到是杭州人 八年年学习完了以后 就到这里工作了 那么除了工作劳累以外 好像其他的都还过得不错 要抽点烟 对 那茶呢 茶上班时候喝 甜甜喝 多不多啊 就是我喜欢喝点绿茶 我们杭州人都喜欢喝点绿茶 每天就是 都是要吃两 冲两次嘛 还保持你的脑习惯 对 这酒这些呢 酒不喝 基本上不喝 有时候稍微呢 有时候朋友在一起啊 喝一点 稍微喝一点是有的 平常不喝 那好 那么现在我再想了解一下 你家里边的情况 因为有些病的话 像你所知道的那个 丹尔研究生啊 有时候他在家庭里边呢 有一串的倾向 另外呢 有些呢 同样的环境因素 可能有影响 简单的 能不能给我谈一下 你父母亲啊 家庭的情况啊 这些 我父母亲都退休了 父亲已经六十六了 退休了在家里 原来是浙江省 现在还在杭州住的 他身体挺好的 就是医生说 他有一些低血压嘛 其他没有什么病 也没有症状 低血压 对 大概有多低啊 他跟我一样 我也有点低血压 就是 但是医生 没说有病 大概好像是九十六十吧 是在哪里看的 医生有没有 在七点的时候 医生说都没有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因为平常没有症状 活动什么都不受影响 母亲呢 母亲身体不太好 有关心病 关心病是在哪里诊断的 都做过什么检查 在杭州诊断的嘛 好像做过运动试验 说他有关心病 现在还一直吃药 吃什么药了 不清楚 好像吃一些什么 心通病啊 我关心素科环一类的 是吧 现在还好吧 没有经常发吧 现在还好 最近这几年 好像发得死了 这是你父母的情况 对 那么 小家里头 你刚才提到 你爱人生甜还可以 对 我爱人生甜 没什么病 对 你想得起来 他害过什么大的病没有 他孩子我就不知道 他当孩子 他孩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认识 好像以后 我没生过什么病 小孩呢 小孩也生气好的 我有一些是把他烧感冒的 其他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消化道的呀 什么病的 家里的 就是我有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我 我的婶婶吧 他是 这个是 我应该 婶婶啊 不过他可能 跟我没关系吧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对 我不知道 这个当然我可以 给你解释一下了 我们提到的 遗传嘛 如果你要画一个遗传 就是他的家谱的话呢 那当然是很仔细的 不过一般的呢 这个 这个呢 婶婶啊和那个 叔叔啊是因为结婚的关系 才和你们连有 有亲 所以这种情况呢 当然不能算了 所以我想这个 可能问题不大 我也放心一些 好的 家里边其他的人 都有没有什么脉筋病啊 你想得起来要这样的 没有 兄弟姊妹怎么样 我没有姐妹 我就一个弟弟嘛 弟弟身体挺好的 弟弟身体挺好的 他在杭州 我已经了解了很多 关于你病的情况 我想问问 就是这是不是你 这一次来就诊的 主要的原因 是啊 我这次来以前嘛 因为听了一些 别人传说说 胃病怎么很癌的关系 我自己还是比较担心 我有点怀疑 我大可能已经有癌了 所以想来 正式检查一下 你们这儿医院比较好 你这个问题呢 我想可以简单地解释一下 先简单地解释一下 就是你说到 你省省地得到癌 对 所以和你呢 就是在学员上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过我们呢 可以密切地观察一下 还有就是积极地给你检查 最后来得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所以你不用过分担心 都还有什么问题呢 其他我就是在想 就是对 现在还可以吧 我还能上班嘛 但是我总觉得 老真要下去也不行 课题一个接一个 如果真的需要手术啊 或者需要 而且我们手最近可能要 选送我出国进修啊 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 如果需要手术的话 我想还是早点手术了 那么如果能够继续我的工作 现在对我具体生活工作 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但是我想老师 如果这样下去可能会发展啊 或者对课题 我就接不接下个课题 能不能出国的问题 我想还是先检查一下 才能决定这些事情 工作的挺好的啊 就是我想的是这样 关于手术的话呢 也是和那个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一样 如果我们诊断明确了以后呢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何况现在呢 对胃炎啊 溃疡病啊 胃动力的障碍这一类的 我们治疗的药物啊很多 所以你不用太过滤 不过至于对于那个 你工作方面的影响呢 我想确实应该好好治一治 身体再强壮一点 工作完成得更好 那么国内的出国的任务 都可以完成得更好一点 另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担心 比如说这个 你是全部工费医疗吧 对那我早知道是工费医疗 财政上没什么 经济上没什么问题 家里边也很不错的啊 对我们两个都工作了 现在收入也还可以 收入也还可以 好嘞 那那就这样吧 看起来你给我们提供了 大量的信息 关于你病的情况啊 你的想法啊 还有家庭的情况 我想这对诊断和治疗 都很有用 这样吧 我马上去和那个 我们组织大夫张医生 汇报一下你的情况 他在治疗上 消化到毛病方面 是专家来 然后我回来跟你讲一讲 不过我现在想到呢 有两个问题你可以做做准备 一个如果能解大便的话 就留下来做一下检查 因为你这个 有两次出血嘛 所以需要查一下大便允许 另外呢就是想到明天呢 是我们做胃镜的时间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胃镜 可以啊 然后呢就是后天呢 就是主持医生张大夫呢 他还有一个门诊 专科门 后天啊 但他大约九点钟才来 你看看这个安排上怎么样 能不能最好安排在同一天呢 我们在同一天 因为我们的单位 离你们比较远 要来一次就要半天或者一天 可能我刚才请一天假 把次都弄完了 那也好 明天呢张大夫不会来 所以明天如果来做胃镜的嘛 那么当然你看不到张大夫了 是不是那就后天 后天本来呢 是我们科研做内镜的时间 可以跟你先预约在后天吧 你做了以后再下来 张大夫也比较忙 所以我想呢就是 反正一月上午就给你解决了 你觉得这样安排可以吗 可以 好的 那我跟他讨论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 讲讲你增弹治疗的情况 好的 再见 谢谢